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所謂人熊自然多人玩,工作源源不住 正正套用在當熊炸子雞姜濤身上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近來有網友給我看一篇新聞 想我分析一下是不是表面上這段新聞所說的 還是內裡有些玄機 我高登仔一貫的作風就是 網友傳過來的東西一定會看 一樣會分析給大家聽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在我的頻道 每一段影片,點擊留言讚好 亦都去我的GOLDENBOYS DRIVE後備頻道 添加點擊留言讚好 好,這件事是這麼說的 原來姜濤近來很紅 原來三年前剛剛MIRROR成為藍團 那時候也很紅 當然跟現在沒有得比 現在更紅到發紙 原來三年前曾經有一本雜誌 找過它做封面 那些人就會說 高登仔有什麼這麼厲害的 雜誌做封面? 對不對? 有什麼雜誌做封面? 咦? 這個很厲害 就是選擇 大家知道選擇是什麼嗎? 我自己也有來購買東西 我都會看看 但是現在很多年輕人未必知道 因為現在上網有很多 關於選擇的內容 選擇就是幫我們 比較市面上某一類的產品 然後比較他們的性價比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東西值得去研究一下 買不買得過 好了,原來三年前 MIRROR成為可物選擇消費 消委會的可物選擇的 現在我的總幹事叫黃鳳嫻 在港台節目 舊日的足跡說 選擇 原來 每天都會找一些 當時當紅的人 或者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去做封面 大家猜不到 選擇的第一期 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是誰 他已經不在了 他就是 我們的晚養咪 張國榮 其後每一期封面都邀請不同的藝人 每一期封面都邀請不同的藝人 每一期都有一個主題 他就找藝人 幫他做主題的人物 拿起產品比較 張鳳嫻 消委會總幹事 稱讚 當時的同事 六句話 即三年前 在MIRROR 三年前 剛剛速度 未大紅的時候 就主動邀請 只要不少年輕的女性 因為封面漂亮 而購買了家裡的月刊 選擇是月刊 不是貴刊 不是日刊 不是周刊 是一個月出一次 是比較市面上不同的產品 他更透露 他將會邀請更多年輕的藝人 擔任封面人物 接著有什麼年輕人物 現在數一數 當然是星夢傳奇 總幹事就說 接下來 或者邀請星夢傳奇出現 出道的賢詠希 這樣說 請到一定去拍 現在說他都很紅 賢詠希 又唱歌又拍劇 又做綜藝 不得了 接著就問到總幹事 會不會 除了賢詠希 會不會 還請回姜濤 這個問題好 好巧妙 不是說 會不會請回MIRROR 是會不會請回姜濤 有些人就會問 是否真的分裂出來 是否真的分裂出來 單拖 單支 出來 現在不MIRROR 又上緣又下緣 又獨立發展 又說被人照 又說被人不照 複雜得不得了 然後總幹事 他就很坦白地說 他說姜濤現在很難請 但是難請就說難請 總幹事就說 以他們選擇這麼多年的金七招牌 他都會不斷請 難請 現在基本上 我覺得姜濤都是 全程式 滿了 工作 工作 他說很難請 總幹事也說 他也聯絡了一個經理人 他真的有邀請過姜濤 他說姜濤近期已經滿了 但是他也會選擇 因為三年之內 還沒請過MIRROR 任何一個成員做封面 這三年真的有這麼多明星請嗎 也不奇怪 三年 一年十二本 三年三十六本 三十六個明星不難找的 所以選擇都會繼續邀請姜濤 希望可以請到姜濤 為選擇月刊 集起來 希望等經理人 即花姐 快點放任 希望姜濤可以獨自SOLO上選擇 高登底 怎麼看這件事呢 就是覺得 正如剛剛所說的 三年前請MIRROR 三年後為什麼不請MIRROR 為什麼主持人很詭異 問一下 會不會請姜濤 即是說姜濤已經一枝獨秀了 要請都請姜濤 不是請MIRROR 咦? 旗又旗哉 選擇 總幹事也回答 對呀 我們單獨邀請姜濤 都不避險了 其餘11個 怎麼辦 不選擇 不請他上來 是不是呢 就有待分曉 希望呢 接下來 就有這個 希望選擇的期巷 貴巷 月巷 都好 弄一個姜濤做大封面 我想我其實是爆聲爆紅的 不得了 OK 好 暫時是這麼多 講了這件事給大家分享一下 了解一下我的看法 大家都努力留意一下姜濤 和傳一些資料給我看 想我分析什麼事 傳來給高登仔 一一為你解開 就這樣 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所謂 人紅自然 多人玩 工作 源源不足 正正套用在我們 當紅炸子雞 姜濤身上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近來有網友 給我看幾千新聞 想我分析一下 究竟是否表面上 這段新聞所說的 還是內裡有些玄機 好 那我高登仔 一貫作風就是 網友傳過來的東西 一定會看 可以分析給大家聽一下 好 那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在我的頻道 拾了我的頻道 每一段影片 點擊留言讚好 也都去我 GOLDENBOYS DRIVE 這個後備頻道 拾了它 和點擊留言讚好 好 這件事是這麼說的 原來 姜濤近來很紅 原來三年前 剛剛MIRROR成為藍團 那時候 那時候也很紅 當然和現在沒有得比 現在更紅到法子 原來三年前 曾經有一本雜誌 找個去做封面 那些人就會說 高登仔有什麼這麼厲害 雜誌做封面 對不對 有什麼雜誌做封面 這個很厲害 就是選擇 大家知不知道選擇是什麼 我自己也有來 買東西 有時候我都會看 但是 現在很多年輕人 就未必知道 因為現在上網 有很多 關於選擇的內容 選擇就是幫我們 比較市面上 某一類的產品 跟著比較他們的性價比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東西 值得去研究一下 買不買得過 這樣 好了 原來三年前 MIRROR成為 這個可物選擇消費 消委會 的可物選擇的 封面人物 連這個消委會 現在我的總幹事 就叫黃鳳嫻 在港台節目 舊日的足跡說 選擇 原來 每天都會找一些 當時當紅的人 或者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去做封面 大家猜不到 選擇的第一期 第一期的封面人物 是誰 他已經不在了 他就是 我們的晚養咪 張國榮 其後 每一期封面都邀請不同的藝人 幫他們 每一期都有一個主題 他就找藝人 幫他做主題的人物 拿起產品比較 張鳳嫻 消委會總幹事 讚 當時的同事 六句話 就是三年前 在MIRROR三年前 剛剛速度 未大紅的時候 就主動邀請 指不少年輕的女性 因為封面漂亮 而購買了我家裡的月刊 選擇是月刊 不是貴刊 不是日刊 不是週刊 是一個月出一次 是比較市面上不同的產品 他更透露 他將會邀請更多年輕的藝人 擔任封面人物 然後有什麼年輕人物 現在數一數得出 當然是星夢傳奇 總幹事說 接下來 或者邀請星夢傳奇 出現出道的賢詠希 這樣說 請到一定去拍 現在說 他都很紅 嚴明熙 真的 又唱歌 又拍劇 又做綜藝 不得了 然後 問到 總幹事 說 會不會 除了嚴明熙 會不會 還請姜濤 這個問題好 很巧妙 不是說 會不會請MIRROR 是吧 會不會請姜濤 是吧 有些人就會問 咦 是不是真的分裂出來啊 姜濤 單拖 是吧 單支 出來 現在不MIRROR 又上緣 又下緣 又獨立發展 又說 被人照 又說被人不照 是複雜到不得了 然後 總幹事 他就很坦白地說 他說姜濤現在很難請 但是難請 就說難請 總幹事說 以他們選擇這麼多年的金七招牌 他都會不斷請 難請 姜濤是難請的 現在 基本上 我覺得姜濤也是 全程式 滿了的 工作 工作 他說 很難請 總幹事 也說 他聯絡過一個經歷人 真的有邀請過姜濤 他說 姜濤近期已經滿了 但是 他都會選擇 因為三年之內 都沒有請過MIRROR 任何一個成員做封面 這三年真的這麼多明星請嗎 都不奇怪 三年 一年十二本 三年三十六本 三十六個明星 不難找的 所以選擇 都會繼續邀請姜濤 希望 可以請到姜濤 為選擇這個月刊 希望 等經理人 即是花姐 快點放任 希望姜濤可以獨自SOLO 選擇 選擇 選擇的總幹事 也回答 是 我們單獨邀請姜濤 都不避險 其餘 其餘 11個 不選擇 不請他上來 那 是不是呢 就有待分曉 希望 接下來 就有 希望選擇的期刊 貴刊 月刊 也好 做一個姜濤做大封面 我想我其實是爆聲爆紅 不得了 OK 好 暫時是這麼多 說了這件事給大家分享一下 了解一下我的看法 大家也努力留意一下姜濤 發資料給我看 想我分析什麼事 發給高登仔 一一為你解開 就這樣 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所謂 人紅自然 多人玩 工作 源源不足 正正套用在我們 當紅炸子雞 姜濤身上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近來有網友 給我看一篇新聞 想我分析一下 究竟是否表面上 這段新聞所說的 還是內裡有些玄機 好 那我高登仔 一貫的作風就是 網友傳過來的東西 一定會看 一樣會分析給大家聽一下 好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在我的頻道 拾了我的頻道 每一段影片 點擊留言讚好 亦都去我 GOLDENBOYS DIVE 這個後備頻道 拾了它 和點擊留言讚好 好 這件事是這麼說的 原來 現在 姜濤近來很紅 原來 三年前 剛剛MIRROR 成為藍團 那時候 那時候 很紅 當然 和現在 沒有得比 現在更紅 到法子 MIRROR 原來 三年前 曾經 有一本雜誌 封面 那些人就會說 高燈仔 有什麼 雜誌 做封面 對不對 有什麼 雜誌 做封面 這個很厲害 就是選擇 大家知道選擇 什麼 我自己也有來 買東西 有時候我都會看 但是 現在很多年輕人 未必知道 因為現在上網 很多 關於選擇的內容 選擇就是 幫我們 比較市面上 某一類的產品 比較他們的性價比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東西值得去研究一下 買不買得過 原來三年前 MIRROR 成為 可物選擇 消費 消委會 可物選擇的 封面人物 這個消委會 現在 我的總幹事 叫黃鳳嫻 在港台節目 去日的足跡講 選擇 原來 每一期 都會找一些 當時 當紅的人 或者一些 代表性的人物 去做封面 大家猜不到 選擇的第一期 第一期 封面人物 是誰 他已經不在了 他就是 我們的 萬人魅 張國榮 其後 每一期封面 都邀請不同的藝人 幫他們 每一期 都有一個主題 他就找藝人 幫他做主題的人物 拿起產品比較 那 張鳳嫻 消委會的總幹事 讚 當時的同事 讀句話 即是三年前 在MIRROR 三年前 剛剛速度 未大紅的時候 就主動邀請 指不少年輕的女性 因為封面漂亮 而購買了我 那期的月刊 選擇是月刊 不是貴刊 不是日刊 不是週刊 是一個月出一次 是比較市面上不同的產品 他更透露 他將會邀請更多年輕的藝人 擔任封面人物 然後有什麼年輕人物 現在數一數得出 當然是星夢著奇 總幹事說 接下來 或者 邀請星夢著奇出道的 嚴明熙 這樣說 請到一定去拍 現在說完 他都很紅 嚴明熙 又唱歌又拍劇 又做綜藝 不得了 然後問到總幹事 會不會 除了嚴明熙 會不會 還請回姜濤 這個問題好 好巧妙 不是問會不會請回MIRROR 是會不會請回姜濤 是吧 有些人就會問 是否真是分裂出來 姜濤 單拖 單支 出來 現在不MIRROR 又上緣又下緣 又獨立發展 又被人照 又被人不照 複雜到不得了 然後 總幹事 他就很坦白地說 他說姜濤現在 很難請 但是 難請 就說難請 總幹事說 他們選擇 這麼多年的 金七招牌 他 都會不斷請 難請 現在 基本上 我覺得姜濤 都是 全程 滿了 這些 工作 工作 他說 很難請 總幹事 都說 聯絡經理人 真的有邀請過姜濤 他說 姜濤 近期已經滿了 但是 他都會選擇 因為 三年之內 還沒請過MIRROR 任何一個成員做封面 這三年 這麼多明星請嗎 都不奇怪 三年 一年十二本 三年三十六本 三十六個明星不難找的 所以 選擇都會 繼續邀請姜濤 希望 可以請到姜濤 為 選擇 月刊 集起來 希望 讓經理人 即是花姐 快點放任 希望姜濤 可以獨自SOLO 上選擇 選擇 選擇 總幹事 也回答 剛剛說 三年前 請MIRROR 三年後 為何不請MIRROR 為何主持人 很詭異 請姜濤 即是說 姜濤 一枝獨秀 要請都請姜濤 不是請MIRROR 奇災 選擇 總幹事 也回答 對 我們單獨邀請姜濤 都不避免 其餘 其餘11個 那怎麼辦 不選 不請他上來 是不是 有待分曉 希望 接下來 就有 這個 希望選擇的期巷 貴巷 月巷 說得好 做一個 姜濤 做大封面 我想我其實 爆聲爆紅 不得了 OK 好 暫時是這麼多 說了這件事 讓大家分享一下 了解一下 我的看法 大家努力留意一下姜濤 還有 傳一些資料給我看 想我分析什麼事 傳來給高登底 一一為你解開 就這樣